大家好 我是Mira 大家可能最近都會有一個很苦惱的問題 就是究竟買什麼聖誕節禮物好呢? 無論是買給人或者買給自己 我覺得可能都會有這個苦惱 我自己覺得聖誕節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一年都辛苦了11個月 那你最後一個月是不是可以好好地圍勞自己 買一點點獎勵給自己呢? 我就在不知道多少年前開始 我就開始有買這個聖誕節禮物給自己的習慣 但是我就不一定是10月買的 可能有時是11月有時是1月這樣買 早幾天因為有東西去清淡東 就搭朋友車過去 然後在朋友的車上聞到一個很香的香味 他就拿給我看原來是一個石頭來的 是礦香石來的 因為那個牌子剛巧在清淡東的店鋪 所以我們就順便過去看了 然後我一進去的店鋪 我就馬上瘋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歡香味的人 就是任何的香味香水 diffuser 或者是噴布料那些全部 我都覺得很有興趣的 所以很快就選到我的聖誕禮物了 我們要開一下 開啟了 開打開啟動 開啟動 都不一樣 香味的香味 用來帶來一瓶的香味 所以這是香味噴布料 所以用來洗個水晶 它是放在空的那裡 都是空空的地方 所以像是隱吊布料 裝塵 或系統 或系統 打開啟動 而 long 地方 是鍋 放用來 其實它的香味聞起來 沒那麼大中差 你肝臓也能用三個月 香氣變得很低 每一半都可以吸收 這是鐵足感 鐵足 身體油 好吃 哇!開心! Flex了 快開箱 我的聖誕節禮物 現在跟大家一起開箱 買什麼 首先就是 我買了一個香水和一個蠟燭 包裝超級漂亮 包裝紙全是一種大理石紋的設計 我覺得整個品牌很高尚 這個品牌叫做Bully103 它是一個法國品牌 其實200多年前 即是1803年就已經開始了 提供了服務百多年之後 再由第二對法國的膚費 2014年就正式接受 他們就重新改造的品牌 把這個品牌加入很多天然的元素 那就變成了今時今日的Bully103 因為我進去其實是想先看Diffuser 但發現原來他們沒有一枝枝狀的礦香 他們只有蠟燭和多礦香 所以我最後選了蠟燭 超級漂亮 他們的蠟燭 給大家看 好香啊 是不是很漂亮 它的設計很高貴 然後它很重 它真的是大理石 這個就是蠟燭 然後這邊還有玻璃蓋 就是你平時保管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把火關的時候 你就這樣擦一擦 等氧氣進不去 火就會自然關 好香 我一聞到這個味 我就... 即是已經選了 因為它的名字 法文不懂得 我找回它的中文名字 叫做帝國將軍香薰蠟燭 會有玫瑰麻邊草和香根草 然後回看港幣 就是1350元 我自己就不喜歡太單調 和太清新的味 如果你說用在家裡的環境 我喜歡偏木調 然後是厚一點的味 這個味其實聞下去 它有一股很重的甜味 但那個甜味不是果香 它好像栗子那種甜 聖誕節你可能去拜訪別人家 然後有個火爐真的正在燒柴的那些火 然後旁邊可能有一點點蛋糕的感覺 可能會有聖誕樹的這個蟲樹 這些不同的香味混合成在一起 聞到這個香味我覺得很幸福 它裡面有黑加輪子 難怪會有那個甜味 而且你聞久了會有一種... 肉桂 一點都不單調 所以我覺得冬天如果在家裡燒這個香味 整個感覺都會很開心 就算你自己一個在家裡 你也會覺得 好溫暖好幸福啊 有沒有那個感覺 這個蟲呢 都是沒有芭樂芬蟲 大米黃豆和椰子殼去造成的 所以你燒出來的時候會更加安心 店面也有提醒我們 因為這個真的是天然的大理石 你會看到有些紋露的 所以燒的時候可能有些紋露就會在這些紋露上滲出來 但這個是正常現象就不是次貨 所以就不用擔心 它很有重量 它超重 它可以當一個啞鈴這樣用 我覺得 所以這個聖誕節我應該都會天天燒這個蟲 好 接著就是香水了 其實我真的本來沒有想著買香水 因為我實在太多香水了 我都沒有用完 喂 買來做什麼呢 但是當我看蠟燭的時候 然後我不小心 多口問了一句 你們會不會有些偏草青味的香水 誰知道它又帶了我去香水那裡 這是我的標誌 這是小的冰箱 這是冰箱的冰箱 這是冰箱的冰箱 有些冰箱的冰箱 所以這感覺很合理 然後按著這裡的香味 你喜歡的話 可以把它加上去 所以 我已經把它買了 好可惜我給不了大家的文意 而且它的設計也很漂亮 它全部的瓶都是一樣的 它只是上面的標誌 寫了什麼名字 我覺得它這種設計 現在很適合我家的擺設 原來呢 這支就是它們的signature味道 它們叫做 scottish lichen 或者叫做 Lichen 就是一個青苔的香味 它們的香水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用之前 你要這樣按它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們的香水 和大部分試驗上的香水 都是不同的 因為普通香水 裡面的成分一定是含酒精 但是它是完全沒有酒精的 它的成分就是水和精油 那麼簡單 但是它們的水 它們有一個名字叫做三倍水 還有普通香水 是會有前中後調 這樣分不同的時間 會有散發不同的香味 但是它們就是沒有了 它們從頭到尾都會是同一個香味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而且因為它們沒有酒精的關係 你可以就這樣噴在身上 或者是你可以 真的這樣塗抹在皮膚上 是你稀少少 這樣搓在頭髮也沒有問題 因為不含酒精是完全不會傷害 衣服不會傷害皮膚 而且它的池香度是更加長 哇!很香 現在真的 你閉上眼睛之後 你會覺得 你打開門 是一望無際的草地 可能剛剛下雨了 所以你會覺得有一點濕濕的草青香味 一開始在店裡嗅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早上的草地 但是現在再這樣嗅下去 我會覺得是傍晚黃昏 陽光已經是差不多沒有了 然後晚上要來臨 它是草本調的香味 但是它spicy和木的味道都挺重 所以你嗅下去 其實那個味道不是輕浮 不是輕挑的 這個味道都很穩重 它們的香味都是沒有分男女的 男女老幼 你幾歲都可以用的 如果你要分的 可能會少些女生 可能是男生會喜歡的味道多些 但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這個草青味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草青味呢 我覺得是關兒事回憶事的 就是因為以前我住大埔的 混頭堂 再上一點的那個碗窯 我中學讀黃小枝 因為回中學是通行房三四點而已 那時候我就經常都會由學校走回家 那是需要經過一條沒什麼人的路 旁邊有很多樹 很多青草 其實很多時候下雨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覺得煩 最理想的是坐車直接回家 然後不用淋雨 然後我就會選走路回家 因為其實下雨的時候 你是聞不到任何香味的 你是下雨之後 你太陽照射下來 是那時候才會散發到那些香味出來 而那時候我走那條路回家 我就覺得很舒服 那時候我不會覺得特別是什麼感覺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我只是覺得我很喜歡那個味 所以我很樂意走回家 其實我很喜歡下雨的原因 我不是真的喜歡下雨 我是喜歡下完雨之後 會有一種大自然的味道 萬物被雨水洗滴過的味道 可能是因為那個記憶 導致我對草青味 這個香味是很有好感的 但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不是特別喜歡這些味 他們原本的香味也有很多款 他們另外也有限量版的 其中我也聞到一些很優雅 女生聞到我會喜歡的那種 可能偏花香 或者偏比較潑的香味 因為其實我是跟我朋友去 他選了他老婆 他選了一種比較大老 但我自己就選了這個 超級獨特 但會不會因為它沒有前中後點 所以每個噴起來會一樣呢 那也不會 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體溫 衣服的質地也會影響 或者是天氣乾一點 濕一點 其實都會影響香味揮發出來的味道 是怎樣的 青苔或者黑加蘭子 這些味道 其實就是在濕度高一點的地方 是可以更加揮發到他們的味道 所以不同的日子噴 我可能也會有不同的感覺 等於我那天在店裡 和我現在噴 其實我都覺得是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香味這個東西 真的很有趣 你這樣買一定是同一個味道 但你什麼時候噴 你怎樣噴 它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是非常吸引 我覺得香味是一件很神秘的東西 剛才忘了說蠟燭 它有黑色代理石和白色代理石 兩個都超漂亮 但我是為了選擇 配合我家所以我選擇黑色 那我在韓國購買 兩個加起來就是43萬Won 就是以香味的品牌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親民的價位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買呢 就是首先 我竟然找到一個可以 完全勾起我兒時回憶的味道 這個東西首先 我就要加分給它 第二就是我很喜歡它們品牌的理念 因為它們是主要用天然的成分 我覺得用起來都比較安心 還有第三個 我覺得它們的設計很漂亮 所以就買了回來做我的聖誕禮物了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想到 賣什麼禮物送給人 或者送給自己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TheBully103 這個絕對不是廣告 完全沒有廣告食物 是自己真金百能給錢買回來的 如果大家想寵愛一下自己 大家也可以買回自己喜歡的香味 因為香味真的很重要 香味可以完全改變一個人的心情 由你不開心變得開心 可能就是單單靠一個香味 在香港和台灣都有購物 所以香港的朋友可以去中環 台灣的朋友應該要去台北 如果他們增加賣出的話 應該要... 入我的數 那好啦,謝謝大家收看我們 待會兒再見,bye 明天啊,明天啊 明天啊... 我們看到的